g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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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時由公司新聞一提中心PNN 公民行動已經進入資料庫 我们联合自播的网络视讯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 让大家了解到一些在争议性事件背后 特别值得我们去关心的在法律跟制度的问题 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讨论空污这件事情 其实是好多次的节目内容都谈到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特别是在过去在有关于包括六清 包括台中火力发建厂 或是地方政府或是地方环保团体在谈的 有关于禁烧石油焦煤这个部分的这些议题 其实我们花了非常多的心力 也跟大家提到其实在台湾的中南部 这样的问题其实非常非常严重的 那当然在前几天有一件 有一个法案这个修法通过 就是空气污染防治法终于修法完成 我这大概也经历了将近16年的时间 那似乎也有人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台湾空气污染防治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可是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环保团体呢 他对这样的一个修法的结果 其实是存在的疑虑 在民间社会当中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汽车 机车组 对于这个做法呢 其实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看法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就要邀请到环境全保障基金会的专职律师 郭宏仪郭律师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郭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而且我想很多的观众 大概像汽机车组 特别是机车组 其实他在台湾 虽然我们看到有些地方 已经有所谓的捷运 或者是一些大众运输系统 可是汽机车 特别是机车 对很多人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的工具 那在这一次修法当中 事实上也针对了这一个家中 很多人会觉得说10年以上的这个老机车 可能就会受到一些限制 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普遍大家所关注的这个议题来看 这个法通过对这些机车组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有人会觉得说 你去限制这个机车组的这种所谓的 驾驶或者它车辆的态换 其实是一种桌小放大的一种做法 对空气污染没有什么太大的防治作用 您的看法呢 其实就是就整个空气污染防治的一个角度来看 它其实管制的面向包括说液扇的污染源 固定的污染源 还有像移动的污染源 这三个层面 所以依照空气污染它的特性 其实它不是像说它产出来之后 它会原地滞留 空污的防治其实很困难的地方 是因为它结合了地形还有气象 所以其实我们在对于固定污染源的管控 毕竟它是量很大的 这个空气污染制造的一个量体 那另外我们针对汽机车的部分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 当我们在城市或者是交通热点的地方 其实对人民最直接相关的 就是这些交通热点的 即时的这个空气污染 其实对于民众来说是最贴近的 所以说对于移动污染源的管制 其实它某程度是要来解决 就是跟我们生活上比较息息相关 在这个比方说我今天下班的时候 可能在一个交通繁忙的地方 可能就会直接暴露在高PN2.5 或者是高重金属的这个废弃的当中 所以其实我们你要说是桌小放大 某程度上因为这些污染源 它是不断的在流动 所以在城市的部分 可能是移动污染源的污染 可能比较对人民直接是一个侵害 那在于其他地方 它可能是一个污染的热点 就是说透过气象的扩散之后 它可能固定污染源的废弃物 可能就会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方 所以因应这样子不同的特性 就会发展出不同的管制的手段 那也就是说 环保署才强调说 空气污染的防治必须要从 不同的面向去进行 跟不同的面向去着手 所以对我来说移动污染源的管制 确实是有它的必要性 但是在管制这个移动污染源的同时 是不是对这种所谓的固定式的污染源 甚至很多人会关注的这个境外污染源 在这个法案当中 它又会有什么样的规范 待会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去讨论 不过我还是在这个汽机车这个部分上面 那这个汽机车 这个法通过之后 汽机车它是不是必须要强制的去做态换呢 那强制的做态换 那这些损失是谁由来承担的呢 因为他会觉得说 我平常都有在保养啊 我都有在换机油啊 然后我这个骑车的时间 可能也不是太长 它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污染的问题 那我为什么要去 为什么这些损失是由我来承担呢 我们应该说就是目前的修法 它确实是有针对十年以上的 这个移动污染源 有加盐标准的这样子的规定 那但是实际上在执法的落实上面 针对加盐标准而导致会影响到 人民生活的部分 其实各级主管机关或者是主管机关 他们都要有一个相当的配套措施 或者是一个过渡期间的一个规定 所以说那个期程 还有它的相关配套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这也是环保署前一阵子有提出来说 他们有相关的补贴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 就是钛换的机制 他们必须会去再多做说明 那我觉得目前民众的疑虑 可能就是在说相关的补贴政策 其实大家还不是那么的清楚 还有就是到底期程的规定 是怎么进行的 那假设说四行程 只要是在定期的保养 或二行程在定期的保养下 它有没有可能符合相关的标准 这些其实环保署跟民众之间的沟通可能是 我觉得目前是比较匮乏的 也是民众会有这么多的疑虑跟担忧的部分 那但是我强调的是说 在这个办法定出来之后 后续的配套的政策 还有相关的办法的研拟 这个部分其实环保署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公布 那这个部分的讨论也是后面移动污染源管制 如何去加盐标准去进行一个很重要 大家可以参与去讨论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说现在定的这个所谓 修订的这个所谓空气污染防治法 事实上也只是一个母法的概念 后面可能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法律 这个必须要再去做修订 但是看起来环保署在这个部分还不是那么的 也许有方向 但是并不是那么明朗 所以会有很多人会有一些疑虑的存在 那当然在这次法案当中 其实有一个概念叫做空气品质维护区 什么叫做空气品质维护区 如果从一个空气污染的房子 它不是整个台湾 它都应该是一个空气品质维护区吗 这个空气品质维护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空气品质维护区其实 在目前的几个地方政府里面 其实已经有发展类似的概念 他们就称为空气品质禁区的这样子的干净的禁 那这个其实源自于国外很多 就是针对都市比较高污染的热点 交通热点 他们在特定的时间点 他们会限制一定高污染的车辆 禁止进入该区域 或者是针对一些高保护的区域 他们不希望有高污染的车辆能够进入 那这个地方就是针对各地城市 我刚刚说了 可能是一些交通比较密集的地方 它可能是一个人口数比较多的一个聚集的地方 它去要求这个地方不可以有高污染车辆进入 那因为我刚刚也有说明 就是说移动污染源其实它在城市里面 其实跟人的接触是最直接相关的 所以针对特定区域 因为可能移动污染源的集中 然后或者是人口的影响 他们去授权给地方政府去划设一个空气品质维护区 限制一定的高污染进入 然后降低对于人民暴露在高污染的风险当中 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空气品质维护区 是禁止工厂或特定的工厂 去进入到这个地方去做这种设置吗 禁止移动污染源 对 那所以它类似像车辆管制的这样一种做法 对 类似车辆管制的这样的做法 在这次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概念 我相信也很多人就会觉得一些疑惑叫做总量管制 这个总量管制似乎只有在高屏地区来进行这个总量管制 那这里谈的总量管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那为什么只有特定的地区是做这种所谓的总量管制 这个可能我们要拉回到前面一点点的 就是到底我们空气污染防治法里面有哪些区域的概念 我们刚刚已经谈了一个空气品质维护区的概念 那原本其实还有两个 就是总量管制区以外 还有一个叫做空气污染防治区 那空气污染防治区它依据的是空气品质标准 就是说这个地方它因为各个污染物 它必须要限制在一定浓度里面 如果是属于国家公园级就是一级防治区 二级防治区就是符合空气品质标准 就是它的地方的空污的浓度是符合空气品质标准 三级就是未符合空气品质标准的区域 那这个是以浓度为概念的一个区域划设 那总量管制区它是依照地形以及气象的条件 还有污染就是所谓的工厂固定污染源的集中程度 依照跨区域跨地域性的方式去划设一个总量管制区 那限制这个区域的总量 简单来说空品区比较是一个 空气品质防治区是一个浓度的管制 那总量管制区比较是一个量的管制 那在这两个区域里面会有不同的这个管制的内容跟手段 那总量管制区是一个在 我刚刚说的它要考量的有气候地形 还有就是污染源的集中的程度来考虑适不适合 那过去高平地区为什么会化为一个总量管制区 有它的一个历史背景是 高雄过去以来都是台湾重工业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地方 那高平地区的工业区也相对来说是 过去台湾来说最集中的一个区域 所以在PM2.5还没有划入这个管制的对象之前 高平地区一直都是呈现三级空品区的地方 空气品质防治区的部分 也因为如此 所以地方的环保团体当时其实是希望 透过空气污染防治三级的 三级空气污染防治区的这个指定削减的制度 去让这个高雄地方能够降它的污染量 但是后来因为法规的订定不够的周全 所以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去寻求 用总量管制的方式来管制高平地区 但是中央确实当时有将高平地区 化为一个总量管制计划的一个对象 可是因为在经济部 因为当时的条文就是会同经济部去发布实施 所以当时就是卡在经济部的这个地方 让整个高平地区延宕了十几年之后才真的落实 也是前几年 可能是前些年的事情而已 所以说总量管制它过去是有它一个 就是之所以会在高平有它一个历史的脉络 那也是因为如此 在这一次的争议里面 就包括说总量管制的相关的游戏规则 还有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会同会商的争议 其实某程度都是来自于高平地区化 这种总量管制的这个历史背景 但是高平地区当然我们知道它有历史背景 可是在整个台湾的工业发展 包括这个在中南部的环团 或是人民其实最感受感同身受的 这个包括台中火力发电厂 或者是像六清等等的这些所谓的问题 那这些地方为什么它不是一个总量管制 或者是说这个总量 为什么不是一个整体台湾的概念 来去进行规范的呢 总量管制区其实我刚刚有说 就是说它考量地形跟气候 所以说当污染的污染 特别会集中在特定区域 而且我们可以评估 大概就是由这个地方的工厂 提供了这些的污染量的时候 它就相对来说是一个适合化为总量管制区 所以总量管制区相对来说 它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是它的污染源非常多 工厂数很多而且集中 而且我们可以推断说 这部分的污染的贡献 可能就是这个区域里面自己的 自己产生的 自己的工厂 对一定的工厂数 那其他地方之所以 不会纳入总量管制的考量 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反过来说 它的工厂可能相对是分散的 那分散的情况之下 那个总量的区域要怎么去划设 就有就可能比较难去管制 因为想分散的话 其实我们不知道 这个区域的污染到底是谁贡献的 那如果把整个台湾化为一个总量管制区 其实那个就是对总量管制的游戏规则来说 就是它不是这么进行 因为总量管制有一个特色就是 它等于是把这个区域加了一个盖子 它就限制了其他的污染源进入 它就有一定的条件它可以进入 所以说它有点是 过去在美国的政策 他们说是源自于一个叫污染泡泡的概念 就是说它是一个污染的泡泡 那我在这个泡泡里面加盖之后 我让这些地方 他们必须要在里面去做 他们自己的减量的过程 那这也是我刚刚说 就是相对于花莲 比方说花莲这些 它可能是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工厂 或者是台中地区云嘉南地区 它可能是农业或者是工厂相对是分散 或者是哪些污染源的群聚的范围 它相对是分散的情况之下 用总量管制的方式来管制 是不是合或者是说 现在有第六条第三项第四项的规定的时候 还要不要再用总量管制 这样的方式来做管理 可能就是两个手段之间取舍的问题 也就是它在相对之下 总量管制它比较能够去找到 那个根本的问题所在 然后在对那个比较严重的地方 我们进行一些相对之下 可能是比较严格的规范 那大概会是这样一种做法 但是那个相对之下严格的规范 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来回到这样的一个讨论 就是好那总量管制是出来了 那假设要去规范是什么呢 这个规范是有效的吗 还是它还是有一些配套措施 必须要再进一步的去完成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收看本周的大原载报新闻 屏东一所高中速度爆发性贫案件 已有四名老师被惩处 最严重的被终身解聘 但人本基金会认为 校方并未在事后 适度向学生进行性贫教育 29号将案件内容以公开信发给学生 希望学生懂得自保 该校被揭发多起性贫案件 比如有男老师追求女学生 要求其他学生和他一起称呼女学生为老婆 另外一位男老师则让女学生坐在大腿上 面对面拥抱 嘴对嘴喂食 也有老师长期骚扰特定学生 人本事后查出 这所高中已有五名教师触犯性贫案件 其中一人被终身解聘 一人解聘四年 两人被寄过 一人还在调查中 人本认为 学校即使做出惩处 但未充分向学生说明案件 并借机进行性贫教育 学校则否认 但不愿多做说明 只强调有加强性贫教育课程 雅尼26号上午举行股东会 位于矿区附近的泰鲁阁族人与环团 前来抗议 雅尼将继续在当地乍山采矿20年 让他们饱受噪音土石流威胁 环团员们打算在股东会内 要求雅尼负起社会企业责任 但迅速被组出会场 点燃厂外原住民怒火 一度和警方爆发冲突 雅尼回应 雅尼采矿并没有原住民控诉的这些问题 董事长徐旭东表示 场外有些人不是花莲来的 雅尼与花莲当地族人已有良好沟通 徐旭东还说 雅尼总经理李昆延就像族人的家人 去跟族人谈判时 穿的是山地装 戴的也是山地人的头饰 因为劳资协商破局 桃园市基师职业工会27号表示 将从7月16号到8月6号进行罢工投票 一旦投票过半同意 工会取得合法罢工权 将发动一系列的基师罢工行动 基师工会表示 目前工会会员中 华航基师有800多位 长荣基师有超过500位 曾多次向所属的公司提出劳资争议条件 但最终因为资方态度强硬而宣告破局 华航则发表声明表示 2015年与基师工会签订多项协议后 以大幅调动整体基师劳动条件 但去年9月基师工会 以解雇九策未过的复兴基师为由 片面取消协商 长荣航空则表示 目前正与基师工会协调劳资争议 但工会坚持将16项争议以包裹方式 要求公司全数同意 导致双方无法继续协商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 在刚刚大园宅报新闻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亚尼的事件 就是我们在亚尼股东会的会场 有环团的朋友 其实也到了现场去进行相关的抗议 我们看到族人在这几十年来的抗议 然后整个家园 这个山林都一一的被破坏 但是比较觉得有意思的是 这个亚尼的徐旭东董事长 还是觉得他们是很有诚意 可是我们在看到的现场的影片当中 实在说实在的看不出那个诚意到底是什么 因为会想说我们去跟三地人沟通 然后还穿三地人的衣服 戴三地人帽子 其实很难想象这是在2018年还会发生的事情是用于 但是我觉得一个假设真的是要沟通 最起码的那种尊重或是将心比心 或是到那个地方有更深刻的了解是很重要 因为这个不是当地的问题 而是整个台湾生态环境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这样的一个事件 在刚刚的上一段的讨论当中 我们其实讨论的是台湾空污法的这个修法 我们要再回到现场跟大家邀请到的来宾是 环境权保障基金会的专制律师郭宏怡 郭律师 郭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来宾大家好 各位观点 我们在刚刚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这个总量管制的概念 那在这个总量管制当中 你刚刚谈的是一个总量加盖 然后新的增加的是没有办法进来 可是在这个总量管制当中 其实还包括像指定削减或是交易抵患等等的这个问题 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交易抵患 什么叫指定削减 而环团其实或在很多不同的团体 对这个做法其实也有不一样的意见 对 总量管制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 非常有点复杂的一个制度 那它其实有几个名词 我们可能必须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从整个总量管制区 它管的这个总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总量 其实这就是一个大家会去关心的 对 那其实依照现在的几个许可的量体来说 第一个当然就是环平通过的那个量 是最大最大的值 再来就是各地方许可证核发的许可量 它又是一个许可证上容许固定污染源空场排放的量 那又是一个排放量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许可量 许可量它到底是实际排放量呢 还是它是比较接近许可量 这就是过去环团之间就是在争执 或者是对现有的这个高频总量管制区不满意的地方 那这个过去这个许可量是以这个厂商过去七年的平均排放量 来做一个计算 所以说相对来说它可能离它实际排放量是有一定距离的 那在高频地区的总量管制 其实是在它认可 我刚刚说是过去七年的实际排放量 计算下来的一个量体 那它只要求它削减5% 那这里的就会有一个空间是 它假设是它量体其实还是这么高 它下降了5% 其实根本还没有实际削减 因为它实际的排放量可能还是在这边 因为它过去的排放量就太高 造成过来太严重了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第一期程 大家非常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也不能说这样子完全没有贡献 因为过去七年的排放量来说 对于某些小的厂商来说 确实已经有一个 或者是过去其实排放量比较合乎于 这个许可 就是跟实际排放量跟许可证 比较贴近的厂商 其实就有一定的减量的作用 所以但是它发挥的功能 其实相对来说是小的 那在第二期程里面 其实这个认可量在不断的争议当中 这次的认可量 第二期程的认可量 它改为是过去三年 也就是说在第一期程总量管制下的 这个过去三年之中的 这个实际排放量 去计算它的认可量 这样子让这个认可量 能够逐渐贴近于它的实际排放量 这时候再去要求它做指定削减 这时候才能看出真正削减的那个效果出来 那这个就是大家第一个会增值 到底那个认可量跟实际排放量的距离到底有多远 那这个地方其实 我们在第二期程里面 其实也不断的要去检讨 跟反映的就是 我们希望第二期程的认可量 能够逐渐贴近于这个实际排放量 让它在指定削减才能够真正达到那个削减的效果 那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我接下来就来说一下说 那到底抵换交易到底是哪一个部分在做的这个事情 谁跟谁抵换 为什么要抵换 抵换对谁有好处 对人面好处 对环境会因此而变得更好吗 是 我这个地方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说明 就是交易抵换 主要目前的法规设计是固定污染源之间的互相抵换 还有另外一个是移动污染源 也就是这是争议非常大的移动污染源的抵换的这个部分 那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交易抵换的这个 这个的情形呢 我刚才有说了 这是在实际目前的认可量之下 第二期程会要求它指定削减一个扣打 那厂商必须要先做到这个削减的动作 那他削减到他的 他做到了这个削减量之后呢 简单来说他第二期程目标已经达到了 那这时候如果他自主性的还有意愿在做削减 那这时候所出现的这个削减的额度 就是这个厂商未来 他可以保留自己扩厂使用 或者是说别人有需 别的工厂有需求的时候 他可以提供给别人别的工厂 作为交易或抵换的一个量体 那这个量体也不是说1比1的 在不同法人之间去做兑换 他有一个一定的比例 目前我记得是1比1.2 也就是说我保留了 我自己有这个一顿的 一公顿的量体来说 我卖给你之后 他最多只能当做0.8公顿来使用 简单来说他就是每次的交易 都是要打折使用打折使用 那我刚刚说了 指定削减的这条线在这边 厂商自主性的去减量之后 这个额度简单说是 他自己自动自发的去削减 才会有所谓交易抵换保留的空间 那透过他们自主性的再去做交易 简单来说目标已经达成了 再透过交易 让实际的削减量 透过每一次的打折交易 让削减的额度再逐渐的下降 这就是固定污染源之间 他们透过交易抵换 希望能够发挥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再回过来说 移动污染源的抵换 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形发生 目前的条文 它是设计是说 当固定就是工厂 它没有办法达成 这个削减的目标的时候 比方说 它其实目前的技术 已经做到顶了 或者是说 它的发展已经做到顶了 可是它 它还是需要一个量体 来维持它现在的生产 那这时候 它也告诉了主管机关 经过主管机关的判断 确实它这个时候 是没有办法再做减量 那这时候 它必须 刚刚我说 它必须要取得 它增出来的这个空间的时候 要不是跟别人买 刚刚说 不同的固定污染源 是0.8的那个量体 不然就是要跟移动污染源 而且这个移动污染源 必须要是出自于 它自己去鼓励 或者是它去促进 这个汽机车态换 或者说它自己去做 它工厂 工厂里面的 的汽车车辆的一个 能源的替代使用 或者是说 它去鼓励做大众的 这个它去用不同的方式 我记得说公共的运输 它只要有一定的贡献 有下降量的话 这些才有可能拿过来 作为它去做 这个它没有办法削减的 这个空间的 这个抵换而 如果它没有去做 这样子的动作 其实后续都会有 罚则的部分 去处罚说 你既没有削减 又没有去促进别的 移动污染源减量的时候 它就必须 它就必须要受到 相对的罚则 促进别的移动污染源减量 它也是要包含 削减在里头吗 对 当然因为 第一个是 移动污染源的部分 它其实 我们这样说好了 其实我刚刚说整个总量管制区里面 它污染的贡献不是只有固定污染源 还有包括移动污染源 所以只要这个厂商能够去促成 移动污染源的 的态换而导致于这里的 移动污染源的贡献度 空气污染的污染量能够下降的话 那它就可以拿来抵换 那以目前环保署的说法是 目前移动污染源是3.33公吨 才能够换一个工厂的一顿 简单来说 它要取得一顿的使用量 就要去让移动污染源的 这个部分要下降 大概要减少3.33公吨 那实际上的认定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非常 依赖相对应的技术 就是我要怎么样去认定 到底这个移动污染源 有没有减量 其实这个部分目前的法规 其实也还没有办法 看得出那么明确 所以这边其实会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说 那个最一开始的 那个所谓的总量 到底是怎么定出来的 这个总量它会不会 其实已经刚刚提到 其实已经污染很严重 但是你还是在 定一个非常高的这种 不是高标准 而是让它高的数额 那第二个是说 刚刚谈到的是 这个所谓的削减 那它真的可以削减吗 底用真的是可以越来越低吗 可是它其实会有更多的 这种水扛水扛 各式不一样的方法 其实还是在维持 维持一样的问题 而假设是这样子 因为相关的后面的东西 都还没有定出来 会不会其实前面 也都会前功进戒 而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 这个所谓的污染的问题呢 这其实是我们目前 也蛮忧虑的这样的状况 因为我们刚刚说 高平地区的总量管制 在第一期程 其实就团体来说 它其实没有发挥 相当的功效 顶多就是加了一个盖子 让新的污染 没有办法进来 那第二期程 已经是实质要去讨论 指定消减了 如果有陈如刚刚老师所说的 如果它的那个总量的认定 还是离实际消减量 有一段的距离 那再怎么减 都是摸不到 那个实际消减量的话 实际的排榜量的话 那其实根本没有发挥 消减的作用 所以那个认可量的这条线 其实是第二期程 我觉得是各个团体之间 必须要去守住的一条线 那第二个线就是 陈如刚刚老师所说的 在交易的过程中 到底有没有可能 去达到那个消减的功能 这里有几个就是 到底你能够 我刚刚说了 满足了指定消减之后 它自己自主性的再消减 才会是消减的空间 那移动污染源的部分 则是有一部分 它没有办法办到 那但是它要用什么样的手段 去取得移动污染源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大家会想到一个情况就是 那它就去买快报废的车辆 或者是说 根本没有在使用的车辆 它去算那个移动污染源的 这个其实我们也是 非常不希望发生 因为它这样子 根本没有办法 达到移动污染源减量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 因为第二期程的规定 高频地区总量管制 第二期程的规定 之前有刚预告 三月份预告的样子 但是因为 配合这次空污法的修法 它必须要再做 重新内容上面的修正 所以后续还会有 相关的公厅会 或者是修正的办理 其实这个地方是非常需要 各位民众 或者是有关心的民众 进去去监督 到底这些游戏规则 是怎么被订定的 而且其实移动污染源的部分 它其实还必须要配合到 整个大宗运输系统的建制 或者是说 这其他的这种所谓的 所谓我们看到电动汽车 它到底谱不谱其他 它的背后的问题 恐怕还是很复杂 没错 就是其实 整个总量管制 交易这个制度 跟抵患这个制度 包括还有态患的制度 其实很大一部分是 政府怎么样去对民众 做政策的说明 那这个部分 其实如果游戏规则 包括交易抵患的游戏规则 厂商如果都不知道 工厂如果都不知道 其实这套机制 根本玩不起来的 那如果说交易的部分 移动污染源的部分 就刚刚老师所说的 其实在每个地方 它的高频地区 其实它的大众运输的情形 或者是它整个 公共运输的情形 或者是说电动车 或者是它整个 态患的补助的部分 都如果没有明确的话 其实那个民众 自主性的去做态患 或者是说它自己 厂商要去鼓励民众 去做这样的态患 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因为其他的配套措施 或者政策不明确 可能也没有办法 去做到这样子的削减 对 因为实际的关系 我想请教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很多的团团 是关系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空污法 会不会造成中央集权 越来越严重 因为包括环境保护联盟 也提到说 本次的空污法的修订 有很多的法条 似乎朝向更中央集权的 这种方法 那在过去几年 很多的地方的环保团体 甚至地方政府 也去 这个所谓的 在深媒许可的 这个部分 也着力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个会不会造成 是更中央集权 而其实真正的造成的污染 实际上地方常常我们看到很多人说 你叫中央政府 你到中南部来住住开 你就知道污染有多严重 那如果不是由地方政府来进行 这种所谓的规范跟管理 这样的一个空污房子 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呢 这里其实 我分几个层面来说明好了 就是第一个是 由地方制度的 这个游戏规则来说的话 中央订定的标准 如果是属于地方的 自治事项范围内 地方要去做加盐的动作 其实不需要法律民文规定 地方就可以去做 所以说 如果相关的管制标准 它是地方自主性的 再去做加盐管制的话 原则上是没有任何不行的地方 所以说 纵使是中央去订定的 相关的标准或规范 地方要去做加盐 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接下来 可能会讨论的是说 这次的修法 有许多地方订定的相关规定 中央要来核定这件事情 有没有去侵害到地方的 这个自治权限 这个可能就是 大家可以去讨论的空间 为什么我地方订的 要你中央来核定呢 那或者是说这里 中央它干预的程度 可以到多少呢 那这个地方我觉得 它可能就真的有 侵害地方自治的问题 但是有没有真的会 会夸张到 就是地方订了 中央不予核准 那这个其实后续 可能就可以透过 司法救济的方式去说 你的这个否定 我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有问题的 侵害到我的自治权限之类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 可以去讨论的地方 第三个是说 针对这个 为什么这么多的技术规范 最后都是由中央来订定 某程度上 我必须要说明是说 空气污染防治法 它是一个技术层面 相对于其他管制 或者是其他法规 它是技术层面 非常高的一部法律 所以说相关的技术幕僚 或技术规范的 的专才或者是人员 其实以环保署的 的空保处的这个 的团队来说是最完整的 那我是刚刚细数了一下 目前整个空污法修法后 大概要修订配套的 的授权规定来说 光从条文来数 就至少有40几项以上 不包括其他 各自管理的排放标准 就是它可能都是 上百的条文在做修正 所以说地方 有没有办法去附和 这么多的技术性的 条文的制定 还是说先由你中央 定一套 我们再来看怎么去加盐 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是 由中央去定定 就是有侵害到地方的 这个权限的问题 反而是说中央如果定了一套 基本的游戏规则 地方如果愿意再去做 更多的家庭管制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就是有那个空间 可以让地方的政府来做操作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法律 还只是相对下是一个比较模法的概念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做法 的确对于所谓的一个环境空气 品质的这个保障是有一些帮助 可在实际执行上面 还有非常多的疑虑 并且在这个所谓的法律的修正当中 或者是一些办法的推出的时候 到底会朝什么样方向走 是更严格还是更宽松 还是实际上是创造了一些 这些排放工厂的一些 他们可以逃逸的空间 恐怕都是我们必须要再进一步 跟去关注去追踪的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来宾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 能够再请教你相关问题 我们这礼拜的节目到这边结束 下周空中再会 谢谢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